我问你啊 你想不想跟杨俊在一起 我想我们好像应该是 按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 那我给你讲讲我的事啊 我跟你嫂子找对象那会儿 你给她找对象 我跟你嫂子找对象那会儿 你们什么儿童 也有很多人追她 你嫂子呢 没怀孕之前长得可漂亮了 是 这欠过 但是我就做到一点 我木讷 你是 木讷 女人 在感情方面的想法 天生就比男人多 她敏感 所以她美丽 男人木讷 在感情方面的想法 天生就比女人少 所以女人喜欢 所以要不动入山 是吧 就跟我这样似的 不是 那你的意思说 希望我 再木讷一点 我还不够木吗 在这件事情上 你有点敏感了 不 你能说点我听得懂的吗 就是跟我学 不动入山 呆一点 木一点 静若处子 动若脱兔 我知道那是形容女人的 不动如山 动若脱兔 是形容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我用在我身上了 那我跟你嫂子现在结婚了 是证明我是成功的 我是正确的 那你这不是在这自己夸自己吗 你这也不是劝我呀 嗯 都有 你想要跟耀军在一块儿 学学我 听我的 没错 德行 这是过在人的经验 臭美了你就 你赶紧回去睡觉吧 闹鬼似的 大家晚上不睡觉是冰冰的 看什么课啊 武北安的背影 不还动着脱兔吗 赶紧脱裤子回去睡觉去吧 你 除了 你 是 我 不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件事吧 我一直都特别矛盾 比纠结的 但是现在我不犹豫了 你说我这人 离开部队 离开坦克 你说我能干吗去 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 其实我也知道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但它不一定适合我呀 再说了 人家有点良心嘛 真的是 使官长了 这会儿我拍拍屁股走了 不合适 做人不能这样 有你这句话我就更踏实了 你努力 那你就好好地在部队干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天才 可以胜任所有的职场 地方有地方的职场 部队有部队的职场 我们每一个人 把自己那件事 干得优秀就好了 你以为 随便把一个地方的精英 拉到你们部队去 就能当将军吗 不可能的嘛 我也当不了将军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个好兵 但不是所有的士兵 都能当将军吗 即便当务成将军 也不能说这个人 不是个好士兵 你是个好士兵吗 你这说得对 好兵 这个词特别好 我呀 就想当一好兵 将军根本就不想了 行了 那以后你去哪儿 我就跟你去哪儿 说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真的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了 怎么了 我先开玩笑吗 我来不想吗 我来不想吗 我来不想让你去哪儿 有什么事 什么事 你对我来不想 哪儿 我们是想要 我去哪儿 你不挣 因为我呢 快 什么 你爷爷病危了 什么情况 移房钱不还好好的吗 其实我爷爷身体 一直都不好 我爸刚才发信息过来说 我爷爷已经昏迷五天了 行 那你先回去 收拾收拾 我让盈利给你拍辆车 给你送车站去 谢谢连长 家里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呢 给连理说 谢谢 不是 你 你 你别老问我 你是怎么想 我的想法就是 你是准备 这非现役 是在续一期啊 还是 还是怎么着呀 那就看你娶不娶我了 你要是不娶我 我续他干什么 这么大的事 就这么轻易说出口了 我说你给我约在湖边 你就给我逼我 你不怕我跳一下啊 那你跳啊 行啊 我把这都动我这儿了 这不摔 摔死了 我看你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呀 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 你敢娶我吗 我敢娶啊 那我就敢娶 你 你说这这么大的事 你你你一去我一去 我对这事就 不行 这这好多事呢 咱们俩这事得得得得 给我好好想一想 咱别到时候脑袋一热啊 感情又是 再再厚着回忆 不过也确实是 咱们俩这事啊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你看你这又大退堂鼓 我 那你这问我半天 问我什么呢 我这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你能去见见我妈吗 为了我们两个的爱情 赢了她 可以吗 见你妈 有什么不敢呀 我什么不敢呀 那这事说定了 你等我电话 其实说实话 我不太敢见你妈 你干吗去 我 你刚才说的话 我当真了啊 我从不说假话 看来这是 要有媳妇了 报了 进来 张东亮的事你都知道了 张东亮什么事啊 他夜病危了 要先两天假回看夜 听他那口气可能就这一两天的事吧 老署长啊 你们知道啥事啊 你要请假 你怎么知道我要请假呢 要去哪儿 你请假的事啊 你请假的事啊 也是啊 你说你这年假 攒的也不得不休了 咱批准了去吧 现在怎么样啊 这不是要见他妈妈了吗 哎呀 我紧张啊 见丈母娘了 实战演习前 都没这么紧张 你有经验啊 你给我传授传授 我可不能搞砸了 去的时候都能空手 对 我买点水果 买什么水果呀 你买点这个对中老年人好的 人家喜欢的 什么蜂蜜啊 蜂蜂浆 也别不舍得花钱 蜂蜂浆 什么燕窝啊 补钙的 这个 补芯的 反正就营养品 什么好买什么 别不舍得花钱 知道吧 不能迟到 那不肯的 对 你这人嘴笨啊 你去的少说话 少说话 干活 少说话多干活 进屋就干活 好 有礼貌 永远保持笑脸 知道吗 会 我 那我喊 喊什么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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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 什么 喊妈就完了 喊 喊老师 药军他妈是老师吗 他妈不是老师 那你喊什么老师啊 喊阿姨 那脑子 你给我重复一遍 阿姨好 对 我买蜂蜂浆 对 买 燕窝 盖片 对 少说话多干活 有礼貌 面带笑容 没问题 这见面喊什么 喊阿姨 对 好 差不多 那去吧 把工作安排一下 去吧 等我好消息啊 加油啊 紧张 拿下 拿下啊 受不了你 我真是 我都得很累了 你管什么 你管什么 这又是 我都得很累了 你管什么 这又是 我都得很累了 在109 在那边 谢谢 你搞什么 怎么不接我电话 孩子你回来了 我问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这几天太烦了 我能把电话关机了 不是 爷爷呢 现在什么情况 听说你要回来好多了 我迷了五天了 今天突然就好点了 认人了 下午还问给他呢 现在用什么药都没用啊 这不是好转了吗 就把药停了 但是白天的夜还得说 你怎么早不给我打电话呢 五天前不在部队吗 谁知道他昏迷了五天啊 再说不怕你请不下架了吗 我上次从那边酒里走了以后 这都第三次了 前两次都挺过来吧 那你更应该早点打给我了 行行行 爷爷 爷 爸 您看谁看见了吗 谁来了 爹 是我 亮亮 你回来了 我跟部队请假 回来看你 又给部队添麻烦了 没有的事 我跟部队说您病了 他们都让我问您好 好 谢谢他们 谢谢 亮亮 我一看见你啊 我就好多了 没事了 爷爷 特别的想你啊 好 好 我就 我这一觉睡过去了 我就 也见不着你了 不会的爷爷 不会的 好 一个昏迷了五天的病人 情况突然出现好出来 这真是个奇迹啊 你们家属都知道 他的被违通知书 已经下了好几次了 嗯 给的我 也就是说这次 情况特别不好 当然 你看啊 他这次是脑出息 虽然面积不大 可是位置十分凶行 一般来说 脑出血的病人 会昏迷七天到十五天 能不能醒过来 就完全看他个人的身体素质 和他的个人意志 另外 由于昏迷时间过长 很多脑出血的病人 就算是醒过来 也会丧失部分记忆 还好他现在还记得我 所以说 这是个奇迹啊 但是 我们并不乐观 大夫 大夫 我还是那句话 不管花多少钱 我希望我父亲能挺过这一关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并不是金钱能够解决的 脑出血 只是这次他一个兵营 我们另外还检查出了很多问题 根据他的年龄来看 这些都是不可逆的 当然了 这些都要等我和其他专家会诊以后 才能确切地告诉你 我们并不乐观 你们家属 要随时做好心理准备啊 如果那天 真的要是来临的话 我希望我爷爷是有尊严的离开的 我答应你 这部队到哪儿了啊 给个花儿 谁在那边呢 谁在那边呢 现在 现在情况 部队现在到 到 到地儿了 我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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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我倒 好 别等着挨枪子啊 这部队战斗素质没有 二连 匍匐前进 匍匐前进 你们都趴在这儿干什么呀 我没事儿 你们赶紧起来去抢救别的伤员 我死不了 报告 战局现在已经稳定了 敌人已经撤退了 坦克连的补给到了 现在请求向您靠拢 好啊 太好了 那叫他们都过来吧 好 看着比昨天好啊 看着比昨天好啊 他只要内向去打仗的事 致命才好准 这敌人要是再攻上来 我们的防御攻势 准备好了吗 报告 敌人一时半会儿是攻不上来的 咱们可以安心喝粥 来 嗯 你是哪个部队的 哪个连 哪个班的 报告首长 我叫张能量 是坦克连的 张能量 我的孙子也叫张能量 他也是坦克连的 你认识他吗 嗯 张能量 我认识他 还是 好 不认识 没有 认识 不熟 哦 不熟 嗯 你们跟我说说 前面战事的情况 怎么样了 现在 嗯 我为什么还在这儿喝粥呢 你们一点都不忙 也不紧张 到现在呢 没有人来向我报告 怎么回事啊 报告 现在 我们其实很忙 很紧张 二连的同志这不来了吗 要帮您修整站好 而我要负责组织部队 前行侦查 报告完毕 记住了 以后把话说清楚了 情况搞明白了 再让我吃饭 去吧 去吧 是 让二连同志陪着我 就行了 行 那你好好喝粥 好 我去侦查去 二连长 到 这个帐头 是你们挖的吗 不错 不错 我们会继续努力 您接着喝粥 您接着喝粥 吃鱼吧 好 张嘴 好吃不好吃 当有刺别卡着啊 好 来 好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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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你看后面 那是炮长的位置 你看这儿 哪个 这是驾驶员的位置 这是驾驶员的位置 这边这儿 看来 那这边呢 这是 鱼带坏了 这么趴着 还被降了 这是工具箱 发动机在这儿后边啊 哪里 陈带坏 这次鱼帽 好了 我回来了 又追剧呢 看人呢 好看吗 我给您削个苹果吧 苹果 橙子 我胃酸 是 我早就跟您说了 不能老追剧 长时间看电视对颈追不好 行了 说吧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什么叫 要最后努力一次和你有努力的爱情 今天无论如何 我也要真诚地 跟你说一句 对不起 你真心的 这段时间 我一直在反省 如果我有这样的女儿 她要是做这种 这种事来 我心里多伤心啊 不管我抱着什么目的 我也不能欺骗您 真诚地跟你道歉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不辞而别两天 回来就开始忏悔啊 妈 您就别这么挖苦我了 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妈 还有你那块心病 那个开坦克的牛努力 如果我辛辛苦苦培养出一个 还算比较优秀的女儿 她不选择一个成功人士 反倒选择一个 前途未谱的坦克兵 要是我 我也生气 我恨不得揍她一顿呢 我打不得 我也舍不得啊 这话您就说对了 您女儿啊 虽然嘴上不听您的 但心里完全知道 您是为她好 所以 这件事情上 她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那好 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是继续跟牛努力好呢 还是 跟宋华南 再深入接触一下 妈 跟不跟宋华南好 我也坚决不能再跟那个牛努力好了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妈 因为我的事伤心难过 吃不好饭 睡不好觉 做女儿的心里看着你啊 好伤心的 我怎么听你说了这么半天 就觉得你没安什么好心呢 您看您这句话说的 我真的是深刻地反省到 我的严重错误 所以呢 我想把这个事啊 平和地给它处理好 就像您刚才说的 我坚决要跟那个牛努力 划清界限 所以 跟您商量个事 所以这个事要尽快解决 要不这样吧 要不请您努力到咱们俩吃个饭 李小军 你说什么呢 你说了这么半天 你还是要把人往家里带呀 您又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我是想说啊 你看 我们现在年轻人 跟你们那伙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不能把这个关系弄得太僵 您说是不是 做不成情侣 还能做朋友吧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我是想把人家请到家里来 简简单单地吃顿便饭 在饭桌上把这事一说 那都不就完了吗 您也做个见证人 这样您心里也踏实 你说是不是啊 我怕你耍我 我怕你耍我 你不会又跑了吧 你知不知道小军 你前两天不在家 妈妈有多担心吗 骗你良心 好啊 整了啊 张女士 大气 哎呀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这么好的饭菜 会餐了 还祖国来人了 是 是 可不会餐吗 祖国来人了 人呢 我怎么没看见 呃 这位同志就是 祖国派来看了咱们的 哦 哎呀 你好 你辛苦了 那个 不行 呃 我 我 我是那个 呃 呃 代表党和人民 来 来问老英雄呢 哈哈 什么老英雄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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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呃 我是 老英雄卫问团的 嗯 呃 您 凑合吃点儿如果不合口味 我再让崔日班给您做 同志啊 三零五生多次都说过 不要搞这种特殊话 嗯 哎呀 我心里都过意不去啊 哎 哎 这位同志 你贵姓啊 哦 这位同志他也姓张 哦 啊 他今天给咱们带来消息说 现在国内的情势啊 一片大好 哦 啊 党中央毛主席呢 就号召全国人民 勒紧裤腰带 嗯 把审加来的资源 都运到朝鲜战场 支援咱们打仗 啊 是啊 是 啊 这位同志还要去问问别的战士 哦 哦 哎 哎 来来来来 你过来 嗯 你看 嗯 我现在这个伤啊 基本都好了 嗯 嗯 我想呢 明天上前线去看一看 如果战士很紧张 我就要参加战斗 啊 嗯 这点事啊 你一定给我办好 行不不 说什么 带你爷爷出去 不是跟我开玩笑的吧 啊 你看看 看看 外面这雨下多大 现在外面多少度啊 啊 啊 她的心肺功能你又不是不知道 不是 我主要不是想着那个 让她开开心心的吗 不想让她留什么遗憾吗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难得回来一趟 想多陪陪她 为她多做点事 可是我可以郑重地告诉你说 她现在的身体状况 根本就不能出去 哎 行 那我再想想办法吧 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 我跟你说 你们家属现在能做的 就是做好她的管理工作 你不知道她这几天多闹腾 天天喊着要打仗 天天攻占什么山头 动不动就闹着要上前线 现在所有的医生和护士都跟我说 最基本的 医疗保障都得不到保证 我能说就这么多 行 谢谢你了 我不要输业 您放点 我 我 我好了 我的伤好了 姐 你要输业 你还好吗 还好还好 还好 我要上前线 去 快去 带来吧 同志 你配合一点好不好 我很配合吧 是 配合吧 爷爷 你今天配合得就很不好 谁是你爷爷啊 你 你是坦克连的吧 我跟坦克在哪儿 带我去 蒋永良同志 现在坦克就停在外面 我们所有的高机炮弹 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如果你能不要人搀扶 从这里走到坦克那儿去 我现在就带你去战场 好 好 说话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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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开 你看着 躲开 小心小心小心 没事吧 爷爷 你小心一点 咱们先输业好不好 输完了以后我带你去 好吗 你保证啊 我保证 我不信任你 我不信你 我不信你 我向毛主席 向彭司令人保证 我向毛主席 毛主席 彭司令人 是 行 我听 来 来 跟我输一 输一 输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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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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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前线啊 我的战口在哪儿 敌人在哪儿 行了 张英雄来同事 我的战口在哪儿啊 我的战口在哪儿啊 你安静一点 安静一点可以吗 这样了 同事 你听好了 实话就是现在不是在战场 这是医院 你现在在医院里头 你现在的身体非常不好 你已经上不去前线了 这就是事实 是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你老是说我不乖 说我不听话 给你们热麻烦 你现在可不可以听话一点 我知道我作为孙子 我不应该这么说你 我没资格这么说你 我说不乖 亮亮 你怎么哭了 亮 亮亮 亮亮亮 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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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亮 好像不是这儿 不是这儿 你别哭了 你这一哭啊 爷爷心里也难受 我没有 你现在又 要好点了 没事 我刚才 我说了要到哪儿去啊 你说你要去战场 要上前线打仗 去前线打仗 我真的说了吗 我再也不说了 我不去了 你以后 要听着我还说这个事 你就说 爷爷 你说话怎么不算数 我再也不去了 想去 去不了了 不 去了 再也不去了 不去了 去不了了 出发了 出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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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在哪儿 叫人赶紧走 我看 你已经走出来了 走 走 怎么了 那卫星员 这里上远 走 走 走 张洋兰同志 注意居民关系啊 走 快点点 我来了 走 走 收拾同志 海底世界到了啊 亮亮我看不见 快 你戴着墨镜呢 来 把墨镜取了 好 嘿 那么大的鱼啊 这个大 这么大的鱼 来 真甜啊 亮亮 哎 我解放南郊的时候 嗯 我们部队进了城 吃完了清博宴 给脸衣上的干部 一个人发了一串 汤葫芦 是吧 我这是头一回吃 真甜啊 咬这么一个啊 也就是感觉就像 就像供了一个堡垒一样了 嗯 哈哈哈哈 哎 你看你看 这下面咱们的坦克 一咬一群是 跑得这么快 你也就是海龟 什么 海龟 哦 这是海龟啊 嗯 哎呀 挺惊大西北的 是吧 那时候 我们的呢 烤马肉 你没吃过吧 哎呀 哎你味道 真香啊 把狼都给招来了 我们这边啃帐 那边狼就蹲着看着我们 哎 那哈喇的 哗哗的 的流 你说这味道好不好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你忍不住 de 哇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